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懂得感恩吗?你是幸福的 懂得感恩又懂得报恩 那更是猛祝福的 所以我很想把我平常常提醒自己 要去感恩的经节跟大家分享 这是在诗篇第116篇 那在这篇诗篇 世人很自然地把他心中对神的感恩 就试说出来了 所以他说我要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这句话好不好啊 这叫感恩的心 时常向神存着这种感恩 回顾神的一切所赐下给我们的 而且是厚恩 是浇灌的 是丰富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那特别在感恩季节的时候 我们用这一句话来向神表示 神啊 我的心是这样向你感恩的 每个人都起来能够向神说 神啊 我要拿什么来报答 你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 诗人说我要拿起救恩的杯 春养你的名 我要在众民面前来向你还我的愿 我要向你献上感恩的祭 所以整个是他想到说 我过去曾经在为难的时候 向神许过愿吗 我曾经向神说 神啊 我要了 我要真正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要做一个能够报答你恩的人 做到吗 这种时候我们想到神所出的一切厚恩 他特别提到 我要在众民面前称养你的名 就广发地传达出去 说我们的神是多好 他真是赐下各种厚厚的恩典给我们 我们要在众民面前来见证他 来高举他 来称一阳就是赞美他的名 然后要还愿 要还愿 你向神许过愿吗 就是没有 你今天也可以许个愿 什么愿呢 我会向神重新说 神啊 求你保守我这一生 只有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成为那呵护你心意的人 或是你会说 神啊 我求你保守我的儿女们 每一个都在你的恩典跟真道上面 我这一生 你说给我的 我要拿来奉献 我要用我的生命才能来奉献 报答你的恩 前年我们中心总部有个年会 年会的时候 看到每个部门 他们都起来 报告他们一年所做的事工 怎么经历神 怎么成就 还有明年的计划 当他们在用这个powerpoint呈现的时候 我在那里聆听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想 我心里说 神啊 这些人都是有恩赐的 这些人都是有受过训练的 这些人都是像你有一个心 才愿意到这一个 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来跟你同工的 马上上帝那里有一句话下来了 神是用英语跟我说的 所以我就用英语来先讲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gifted, equipped, and sent by God to where God is working 哎呀 这个sentence 这个句子这么清楚 那些人是有福的 什么样的人 他们领受了神的恩赐 然后他们受过训练 然后他们被神拆遣 然后最后一个字才重要呢 到上帝正在工作的地方 与神同工 哎呀 我觉得这一句话语 对我是太大的鼓励了 也对我同工们是一个鼓励 我是当场结束以前 说上帝刚刚给这句话送给你们 你们都是有领受上帝恩赐的人 Gifted 每个人都有恩赐 只是不少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 还有不少人虽然知道自己有恩赐 上帝的恩赐不是要满足你自己的心愿 上帝给你的恩赐才能是要为神而活的 被他所用的 所以你要受训练 我非常鼓励你 有机会就要受神学教育 神学教育是基本去学习 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 从这个圣经 认识真理不要歪了 Equiped 受装备 那我一生上帝给我这两个字都有 我有恩赐我知道 我也特别的恩赐什么 敏感的灵 神一讲什么我就知道 所以我很听神要向我说什么话 Equiped 但是呢我也追求追求受装备哦 你相信吗我在台南神学院毕业 我到美国38岁再去修课 读了几间神学院 直到60岁才完成博士 你看 我不是只有为知识而去学习 我是知道自己需要 我需要我一定要学习 所以就学到圣经 怎么解经讲道这是我的专 然后呢辅导怎么样 帮助人心理改变思考改变 你的人生改变就这样 所以呢我就看到说 哎呀装备是这么重要 现在我们的普世在世界宣教区 已经开了八间的分校 是为了要装备当地的人 他们的程度学问虽然不高 我们照他们的程度给他装备 结果他们就起来了 哎呀传福音 甚至做传道啦 做牧师啦 哇太棒了 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期待是这么好 这么好的 他要装备你 你要抓住机会 第三个字呢 很重要哦 要受神的裁遣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 听见到处的呼声 像我们这一次有这个统工 从宣教场俄罗斯区回来 看到这个大学生的机会这么大 每一个地方几千几千的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是这么重要 要听到福音的 哎呀我心想 你还有年轻的日子吧 去吧去经历一点上帝的 作为在这个宣教场啊 这些年轻人可慕啊 你去把真理给他 把神的救恩给他 把耶稣基督的爱给他 哇转变了 对不对 所以猜浅 最后一个字重要不重要 重要 不是我要去哪里 那是神要猜我到哪里 其实有一个真理 我是服事主越来越感觉很棒 我们还没有做工之前 上帝已经在做了 整个计划 拯救世人的计划都在神手中啊 他的计划好了 你还没走到那里 上帝已经工作了 预备人的心了 预备人帮助你了 去到神已经做工的地方 哇你的人生太棒了 好不好 这是你的感恩节 上帝给你的祝福 第一 认识你自己 所领受的恩赐 第二 受装备 第三 被神差遣 上神说 神啊我愿意你差遣我 但是要去的地方 是你已经做工的 我一去就感觉说 你看上帝做了这么美人心 预备好了 怎么我一讲福音 一分钟 我甚至讲一分钟 他就愿意接受主 我只要问他一句话 你愿意跟爱你的神 连上直接的关系吗 就在现在你就可以 你叫我愿意 你要不要做一个祷告 我带领你 你先祷告 你向神说 神啊我愿意 我愿意我的生命 跟创造我的神 连上生命的线 你连上了 我再为你祷告 好不好 我是这样的 一分钟 他接受主了 满脸流泪 满脸喜笑 当他说 好了我接受主了 连上线了 你就会感受神的爱 去吧 接受神的装备 到神已经做工的地方 感恩节 我非常鼓励你 多多奉献 神的事工 一定要有金钱 又有人才 又有灵力 这三样 人力 财力 灵力 没有这三样 没办法做工的 像普世奉献 是专门负担 负应味道的地方 然后是装备人才 成为神的器皿 然后拆遣他们 费用哪里来啊 两年前接受了 这个新亚大学 哎呀 以我们机构 要做这么庞大的 大学教育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财力 也没有人力 但只有一个顺服的心 我们做了 哎呀 我看到人的心 预备好了 虽然我们还没有 达到目标 我真是希望 今年的感恩节 这一片能够感动你 我也要有份 参与 穆斯林国家 上帝已经在 做工的地方 穆斯林国家 不能直接创飞 但是借着教育 借着我们 课后的很多 指导活动 他们认识了主 听了神 好不好 特别像我们的 神学教育 费用也蛮高的 因为 今年多开了 几个分校 在那个偏僻的地方 开分校 拆派老师去 哎呀 好辛苦哦 都买了最便宜的飞机 转机比较便宜 就这样啊 但是上帝的 圣灵就做工 请人人起来 受装备 生意 不做了 或是 全职的 或是专职的 或是兼职的 都是这样 一个一个起来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 一直支持普世奉盛 你是有福的 我也是有福的 我只是领受 传讲 你们 顺服神的呼召 但愿要来的 2020年 你有更多 刚刚我说的这四个字的经历 发现自己的才能 受了装备 然后聆听神的猜拳 去到 他已经在做工的地方 亲爱的宣教伙伴 祝福你 以及你的家 我们一起祷告 神我们感谢你 神祢这么爱我们 我们能向你说什么呢 我们只能说 我能拿什么 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示的一切厚恩 我要拿起救恩的悲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我要献感恩的祭 来传扬你的生命 祝福我们一切 聆听的听众 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更多人 向神有一个感恩的心 报恩的心 报恩是行动 感恩是心 感谢主 祝福你要来的2020年 充满神厚恩 交关你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